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的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鲁伊 鲁伊请说 是的 不管晴天雨天 原始气象带你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大家晚安 我是鲁伊 受到这一波强烈冷气团的影响 这两天真的是冷得受不了 很想要拒绝起床 而白天呢 虽然冷空气是稍微减弱了 但是它还没有走远 因此今天呢 各地温度回升的幅度 都是蛮有限的 尤其在我们北台湾 整天高温 大约都只有14度左右 而在于台湾本岛平地地区的最低温 是又出现在苗栗的三弯 是只剩下10.4度 虽然说比昨天 讲话各位数的9度是好了一些 但是依然是蛮凉冷的 再加上呢 在我们华南一带 不断的有一些中低层的水气 是一直移入 造成今天各地感觉 云层稍微厚一些些 而在银方面地区呢 天气也都是这样阴阴的 而且细致还有瑞芳一带 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雨发生 就更加重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好在现在呢 冷空气总算是要减弱了 而未来天气 透过个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明天呢其实就是 二十八和平纪念日了 虽然说不是连续假期 但是天气好 不论是整理家务 或是出外踏青 都能够更好的安排行程 而我们从色调强化的云图上 可以看到 在我们北台湾的上方这边呢 华南一带的水气 还是不断地通过我们 而接下来从明天开始 水气开始移入了减少了 再加上我们北方这一带呢 雨量相对失效的位置 就是目前冷高要所位处的方位 而这边的冷空气呢 之后会出海减弱 而台湾附近呢 会转为比较温暖的偏东风 水气相对少的情况之下 在明后两天呢 雨室就能够缓和下来了 顶多是我们往基隆北海岸这边走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出现 而其他地方呢 像是西半部地区 就能够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而东半部地区 也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而接下来在礼拜四的深夜之后 下一波封面会再度接近 透过地面天天图 要特别提醒大家了 明天晚上可以看到 新的这道封面就会建立 但是呢 目前在明天晚上还没有影响 接着在礼拜五的时候 封面就会开始通过了 而且目前来判断 这道封面系统呢 水气比较多 目前看来在礼拜五的时候 包含我们中部以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 降雨机会都会增加 而在南部地区呢 也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发生 而接着 在这封面的后头 冷空气又是蓄势待发了 预估冷空气呢 会在礼拜六的时候 开始影响台湾 那么北台湾呢 就会再度转为 湿湿冷冷的天气了 不过在这之前呢 明天温度就会开始回升了 回到比较舒适的状态 特别是在我们北台湾地区 高温就会有24度左右 而在南部地区呢 可能接近30度 是稍微比较热一些的 而这一个云象地区 详细的天衣资讯 一起来看问您整理的 上海气象 屏东市自牡丹满洲 多运的天气 低温15到18度 高温25度 泰武来一春日 低温落在14到15度 高温27度 在地门雾台马家 同样是多运的天气 气温落在12到27度 留意日夜间的温差 高重的原乡地区 低温降到了各位数 6度高温27度 家里山 气温落在7到25度之间 南投仍爱于池 水里及信义 低温落在5到14度 高温23度 台州和平 气温落在8到23度 是多运的天气形态 苗栗南庄 诗坛泰安 气温落在10到22度之间 新卓关西 坚实乳风 气温落在7到21度 是晴岛多运的天气形态 新北乌来 桃园复兴 云亮多多 气温落在10到21度 宜兰大同南澳 低温10度 高温22度 花莲的新城 花莲市吉安 气温落在16到22度 同样是多运的天气形态 秀林级万荣 低温10度 高温22度 有三成的降雨机会 收封风冰 低温14 高温23度 凤林光空及瑞碎 低温14 高温23度 灼溪 玉里及富里 留意短暂雨室 气温落在5到22度之间 台东海岸县地区 同样有些短暂雨室 气温落在16到25度 池上关山海端及延平 低温11度 高温23度 陆月台东市及北南 气温落在16到24度 有2到3成的降雨机会 泰马里大午金风及达人 低温13度 高温24度 有3到4成的降雨机会 滥地区气温落在18到24度之间 最后来到外岛连江金门及澎湖 低温9度 高温20度 那我们在这个礼拜 就要迎接3月的到来了 而这几天就是冬天转换到春天 这个转换的时期 而台湾中英天天的特点之一 就是这天气还有气温 会不断地频繁变化 首先在明天 天气会先回到比较舒适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基隆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毛毛雨出现 而且在东南部地区 也有一些日夜温差 而后续 新一波的封面和冷空气 会从礼拜五开始逐渐南下 但进一步带来不稳定的天气 以及降温 所以大家在衣物的增减上 就要多多注意了 那么这就是本周的天资讯 提供给大家